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妈哦 小玉哦 我是你妈妈啦 妈要每天趴趴走啦 现在又早上你住回来 还真会跑齁 妈 你说什么 我怎么都听不懂啦 喂 妈 你不要挂我电话啦 我怎么可能在厂子里啊 我是死了吗 到底什么状况啊 就代表你的肠道出状况了 谁在说话 你是谁 我是大肠脂肠外科医师 刚刚在肠壁上看到的是大肠细肉 随时间会慢慢长大 可能会病变成癌细胞 如果忽略不积极处理 将来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症 蛤 我的王美照原来这么可怕 发现细肉就代表得到癌症吗 错 发现大肠细肉不一定就会得大肠癌 不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大部分的大肠癌 都是由细肉变成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细肉都会变成恶性肿瘤 在大肠内被形成的任何凸起都可以称作细肉 最常见的是增生性的细肉 是一种小的良性的细胞增生 不会变成恶性肿瘤 至于腺流性的细肉 就会慢慢长大变成恶性肿瘤 转变的期间不会有任何症状 不容易发现 因此早期接受大肠癌症的检查 与处置就显得格外重要 只是来做检查没有心理准备要手术 可以等下次再切吗 不建议 大肠内必有丰富的皱褶 再次检查未必一定能够长到 未避免漏掉而让细肉有机会产生病变 若是发现大肠长有细肉 建议发现时就马上切除 避免下次检查时遗漏增加不必要的麻醉风险 甚至因拖延治疗发展成癌症 检查完多久要再检查啊 这要视情况而定 若是检查时有切除息肉 或预计息肉的大小 粗量及复杂程度 建议下次最终检查的时间 息肉小一公分 建议一到两年定期接受大肠镜检查 大于两公分的息肉 则建议三到六个月就要最终检查 若是没有发现息肉 一般建议三到五年定期接受大肠镜检查 切大肠息肉会不会很痛 不会痛 由于肠道的神经感觉并不敏感 因此切除时不会造成疼痛 息肉切除后会是伤口的状况 使用止血夹 替伤口止血封口 止血夹对人体没有伤害 不用过度担心 会自动脱落随分便排出体外 大肠息肉切除后需要住院吗? 不用住院 除非特殊状况 检查完单日即可返家休息 如果切除大肠息肉 需配合以下注意事项 两周内应注意解便的情形 少部分受检者 会有肠道粗血或穿孔 如果有持续解大量鲜血 剧烈腹痛或不明原因的发烧 应立刻返回门诊或急诊救因 并告知医师有接受洗肉切除术 以尽快为您找专科医师处理 两周内避免提重物或做剧烈运动 例如骑杂拉车、跑步、爬山等 两周内不要安排出国 若有出血可能需要再次清场 以内视镜方式止血 保持排便顺畅避免便秘 注意饮食卫生以免腹泻 为了减少肠道过度蠕动 一周内避免喝酒、高鲜饮食 例如笋子、菇类 及刺激性食物如辣椒 原来是做梦啊,太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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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